今天我还讲 还有一部分知识 今天结束了 但这部分知识 听我说 刚才那个不需要记 这部分的东西 还需要记 非常重要 接下来讲的东西叫脚本化 CSS 脚本化就是控制的意思 首先 咱们终于讲到一个DOM操作 可以控制CSS的部分了 但是不是说完全直接的控制 是存在一个间接的行为 DOM是不能操作CSS的 但是可以间接的操作CSS 首先第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DOM上面的一个属性 叫style属性 来咱先写一个东西 就是DIB 里面有个属性style 来听课 好了 OK OK 这样的一个红色方块 然后现在看 现在我把这个红色DIB选出来 利用咱们一个DOM的方法 给它选出来 Document点 getElement 保存 现在这个DIB就出来了 这个DIB 听说 今天第一个支持点 叫style属性 这个style属性 普遍存在于任何盗目元素上 是个盗目元素 你就可以用这个属性 叫DIB DR 或者其他东西 DR DRstyle DRstyle之后 咱先不用看 咱正常 我直接给你演示那些 点完之后再点一次 咱先不用看那个 我点完之后 我先回车 你看看它返回什么东西 一回车 它返回一个东西 叫cssdial declaration declation什么意思啊 哇 描述 描述不是这个吧 描述是description吧 declation是宣誓宣布声明 什么东西是吧 声明 它是一个css样式表的一个声明 换句话说 它就是把这个DIB 能够用的所有的css 全给你展示出来了 是这个DIB所有能用的css 能懂得是吧 不光是你写这些 除了你写那些 还有好多特能用的 能懂得是吧 然后咱把它点开 你会发现 是不是有很多个 这首先来说它是个啥 是什么 是类数字五吧 因为是不是有所隐位的属性 还有正常位的属性 只要这俩同时存在才是类数字 对吧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往下找 还肯定还有个lens属性 咱去查看 有没有lens属性 lens lens 找l lens属性 opqrst 在这呢 对吧 它是不是有lens 对吧 有lens吧 这个lens 咱没学过一个css属性 叫lens吧 以后也不会有 现在也没有 对吧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类数组 一个lens属性 对吧 这是个类数组 这个类数组 咱看一下 这个位子height和background 是不是咱们设置的 对吧 然后下面这些 虽然说咱有的没设置 它也没写值 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 对吧 确实存在的 咱只有设置的那三个 它是有值的 往下找 是不是height在设置了 什么什么东西 咱设置了吧 然后下面找这个位子 咱也设置了 background color在设置了 位子呢 位子是不是100 这些都是咱们设置的 对吧 它会返回咱们一个样式表 这个样式表非常有意思 它是可读和可写的 也说它是可以被改变的 怎么个改变的方式呢 首先这个样式表 是不是个类数组 类数组本质上是啥 对象吧 是不是对象 对象是对象 这个对象就可以 存取它的属性 对吧 那现在我们就存取它的属性了 就是现在 div.style 里面是不是肯定有一个位子属性 那我现在写个方括号 这么写个位子 能不能拿出来这个属性 能 这不拿一个对象的一个属性 这可以吗 对吧 这没 然后我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行 对吧 一回车是不是出来了 能拿能不能写进去呢 那就可以写啊 我给它变成200 变成200之后 这个style 这个样式表里面都变成200了 对吧 它变成200 反馈到页面上 那就是你这个元素就变成200了吧 这就是间接的改变一个元素的CS的属性 为啥叫间接改变呢 你看我div 咱那天咱昨天 咱昨天写了一个小练习 叫div.啊 叫不对 叫input.value 还记得吧 value 是不是改变它行间那个属性 value值 那我div.style 你就奔想 它肯定是改变行间那个样式吧 对吧 其实本质上它是不是还是操作那个HMR元素 操作元素上改变那个属性 但巧了这个属性 它就能影响CSS吧 它就行间样式对吧 是这种巧合方式 所以它能间接的改变CSS 看到意思吧 是间接的改变啊 然后来吧 那位子等于200 看好我写值的时候 我可没直接写200像素 直接写200像素 你明白肯定没有意义对吧 必须得是字符串形式的 写文本进去 然后div.style.pad 等于比如说300像素 然后我想改它背景颜色怎么办 div.style.pad backbackground ground ground color对吧 好 这块出问题了 挺好 同学们 我们在GS里面去访问这个属性的时候 没有gare的形式 听说GS咱们在命名方式 昨天说过 咱们任何一个属性 不是 咱们任何一个变量名 或者方法名 要符合三条命名规则 什么什么不能打头 什么不能开尾 就是不能打头 什么不能结尾 那个东西对吧 然后中间的组成部分 咱说 一个变量名的组成部分 要包括数字 下滑线 英文字母 以及dollar 有上 有这中滑线吗 没说包含特殊字符吧 所以特殊字符是不行的 在GS里面 不允许这种中滑线的命名 当然CSS里和HMR里面是可以的 这是不行的 能不能是吧 所以这不行怎么办 咱们GS里面提出个语法 但凡是这种形式的 你把它变成小陀峰式 咋变小陀峰 这不俩单词吗 俩单词你这么脸 给它变成大写 对吧 首字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 往后单词首字母大写 这样小陀峰式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访问它的 白光Color了 然后你还可以往里复制变成Green 它是会变绿了 就这样形式 好了 然后我刷新一下 返回退回到这个状态 咱们刚才改变那仨都是啥 咱自己是不是之前改变过的 换句话我写到行间里面的吧 我没写的我能变吗 比如现在我想把它变成圆角 或者这样吧 我想给它 请你变成圆角吧 我想DIV-style点 Border Radius Radius是为了这么写 我给它变成50% 能实现吗 这个之前我是没写的对吧 但是不管之前写没写 有一条咱是肯定的了 咱DIV-style是不是 这个样式表里面包含 所有的可悲设的属性 既然包含了里面没值 我干嘛不可以添值 是不是可以添 对吧 都可以改的 所以这块 这个DIV-style点什么东西 它是可以读 可以取的 它是可以读可以写的 对吧 可以读可以写的 但是有一个好玩的一点 最好玩的一点 这样的啊 我在上面也写一个style 然后在这个style里面呢 我写个wiz200 我把这个wiz去了 那是不是它俩都能做到这个DIV上 行电样式和那块一起作用吧 一起影响 是不是它能变成这样一个方块 那行了 那我现在DIV-style点wiz有值吗 Head有值吗 看Head有值吗 Head肯定100 铁定100对吧 那现在回过来 我就想知道 DIV-style点wiz 它能有值吗 一点 是没有 虽然说你页面里面展示的是200像素 但是不好意思 你没写到行间 我看不到 这块 derstyle的意思是 它展示的是行间的样式表 你写到行间了 我有你的值 你没写行间 虽然说你奏效了 但我不认识你 你明白我意思吧 也就是说它 无论是读的还是写的 都会被写到这块 明白我意思吧 比如现在你看 我写进去一个 我现在DIV-style点wiz 我写个100进去 不对 DIV-style点wiz 我写100进去 一回车 它是变短了 哪块变成100了 是不是这个值被写到了 刚才这个行间上 看到了吧 说被写到这了 就是写 它会被写到这个行间上的 是改变的 确确实实的是行间的样式 改变的行间样式 这是DIV-style的一些方式 这个存取 style这个存取 这个放到第一篇 说明它是最常用的 咱往后用的最多 就是这个style 可读写行间样式 没有兼容性问题 就是哪个浏览器 什么版本的都行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碰到 咱刚才那种复合单词 咱得变成小说风质了 一定要记住没有杠 然后碰到那种 关键字类的东西 就是保留字 关键字类的东西 比如说float float这个东西 是在其他语言里面 它是浮点形的 一个声明变量的意思 有int float 咱们这里只不过一个wire 代替所有东西了 一个word 我喜欢这个word 像这种碰到float这个东西 比如说现在 这个DIV 比如说有个float float float DIV.style.float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吧 其实是可以的 这么写也能展出来 但是这个w3c标准 告诉咱们 说尽量别这么写 因为这个float 原来是一个保留字 可能说未来咱们会用 尽量别这么写 怎么写呢 它又给咱们提供一个新的语法 叫float 这个特殊这个字 你就给它变成 cssfloat 我也让你好使 系统说了 你写这个 等于float 一样的 你看这个访问出来 是不是也是lab cssfloat 它给它加了一个前缀 为了避免一个明明冲突 就是这样 float 特殊的就它了 也没什么别的了 就记住这个就行了 float 其实用原来float 也没毛病 也没毛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复合属性 必须拆解 组合单词 变成小 这是两点 大家看好 复合属性必须拆解 和组合单词 组合单词 咱刚才说了 大光color那个 复合属性必须拆解 啥意思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必须 就是复合属性建议大家去拆解 比如说border border是啥属性 它一个代表仨 这是三个值 border width border color border style 这是复合属性 正常我们写的时候 就尽量 你想设置什么 你就写什么 比如说 你想设置border width 你就设置border width 你想设置border color 设置border color 这么来分开写 当然了 你说这个我就想写border 就不方便嘛 能不能行呢 原来是不太行 现在行 就是你也不用管哪个行 哪个不行了 就是都可以写啊 也就是都可以写就行 比较老半个人都要写不行了 就是两像素 solid black 这样写也行 它是不是也加上了 但是尽量要求大家这么写 尽量要求大家这么写 你border width 比如说改成五像素了 然后你这个border style 改成这个double 我看double好使吧 好使能看到吗 double是比好使 其实这个border style 有很多个属性 你可以查一下那个表 里面有很多个 然后后期还会设立一些的 这个double是好使的 变成这样一个阴影 就是除了咱们一开始讲 那个solid的 dotted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 一开始没讲全了 就是因为讲全了 也没啥意义 对吧 你经那么多干嘛 你记不住 好了 这是这些东西 然后写入的值 必须是字符串格式的 好了 这块也没什么太多 这个注意点了 没问题吧 这块比较容易理解 咱都用好多次 先来往下接着看 发了一篇之后 我要强调一点 记住啊 同学们 咱们间接的操作 css 操作其实就两点吧 那两点 要么你读取 要么你写入 翻了这一篇之后 除了刚才那个 drstyle方法 挺好 除了刚才那个 drstyle方法 再也没有任何方法 能够写入值了 就是说 除了那个drstyle里面 可以写入 再也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写入值了 也就是接下来 我们介绍的间接操作 css 完全都是读取操作 没有写入操作 明白吗 没有写入 你想写 只有一种方法 drstyle 就只能drstyle写 其他方法不行 那接下来咱们就看 读取操作了 有一个读取操作是 查询计算样式 换句话说 就是一种读取操作 它叫什么呢 window上有个方法 叫get computed cell 叫获取计算样式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挺好玩的 这个方法挺好玩的 比如灰灰刚才咱们话题 咱们这样 位置200在这设了 float在这设了 head在这设了 他们没有重复的属性 这是一个div 然后现在我想获取 这个div的一个位置属性 通过另一个方法 怎么获取呢 window.get computed style window.get computed style 然后这是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要填俩东西 第一个东西 要填的是 你要获取的是谁 是不是获取的是div 第二个东西 不用管 先填成man 这一块 你就先记住 我一会儿跟你讲 就先填man就行了 然后获取完之后 它会获取一个 这个div的样式表 一回车 它给你返回一个 这样的样式表 也是cssstyle declaration 这样一个样式表 然后把这个样式表打开 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它也是个类数组 对吧 很多个所以属性 然后下面还有很多个 对应的一个属性 但是你会发现 有一个不同的一点 刚才下面写这种 正常的属性的时候 是啥意思 刚才咱获取那个 div style的方式 获取样式表 是不是获取的都是 只要你没填 它就没有值 它值就是空的 对吧 这块是 管你填不填的 我就有 它有的都是啥 都是默认值吧 这回获取的是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回它这个获取计算样式 获取的是什么呢 获取的是当前这个元素 所展示出的一切 css属性的显示值 获取的是 这个当前元素 所展示的一切 css的显示值 什么叫显示值 比如说你通过六个选择器 给一个元素 添加了一个属性 比如说id选择器 位置100 加了important的选择器 位置200 行间属性 位置300 那最后位置应该多少 important的那个200吧 对吧 那它最后显示出来的 css属性 是不是应该显示的就是200 它照200显示的吧 那这里面获取的就是那个200 就是获取的是最终 你看到的显示出来的css的属性 包括默认值 对吧 包括默认值 比如说你设个背景颜色 你这个权重为1的选择器 设个背景颜色是黄色 权重为10的设个绿色 权重为100的设个蓝色 最后一获取 会出来的肯定是蓝的 对吧 肯定是蓝的 然后这些个 作为它的默认值 虽然说你没设 但是默认值人家有 默认值不也作为一个展示值吗 对吧 默认值人家有 它都会展出来 这也是一个样式表 然后咱看吧 咱这么看 然后它获取出来的是一个对象 对象也可以用来点位子 点位子应该多少 它展示出来的位子应该多少 它展示出来的位子应该是200吧 是不是它获取的是200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来 你这么来办的话 比如说这块 加一个位子 是100 那现在获取完是多少 是100吧 那如果在这块 我加一个 看号important的呢 是不是就会200了 没有问题吧 但是好玩的是 你div.style.width 还是100吧 因为这个获取的就是行间的 获取就是行间的 行间没写 它认为没有 行间没写 它认为没有 ok 那你说作为获取一个元素的显示样式来说 谁更加准一些 肯定是get computed style 就更准 对吧 因为它获取的就是最终的展示样式吧 它不看你是不是行间 它看的就是最后的一个权重问题 你权重高 那你就是高了 对吧 行了 这是获取元素样式的一个方法 window.get computed style 然后获取完的东西 就是这个计算样式表只读 你不能往里写东西 写一写进去 你试一下 也没法试 这东西怎么是 比如这样 你点位子 比如说你写个点300 从语法上我感觉不太合适吧 试一下吧 一回车 它告诉你报错对吧 不能改 不能改 你看 它告诉你 这个this style 这个this styles are computed 是这些个样式是计算过的 这个为什么叫计算过 一会儿给你讲 然后这块什么什么东西 看 这个with property is read only read only是 止读对吧 大家都知道 止读你不能写 写不了 止读是一点 然后它返回的计算样式 它为什么叫get computed computed是计算的意思 为什么叫get computed呢 就是它返回的东西 都是最后的绝对值 什么叫绝对值啊 比如这样 我把这个100去了吧 把这100去啊 不要吭了 干扰咱们 这块 我写了一个 10em 这个em是啥值 反正是相对值对吧 相对的是不是 其实像素有相对值 但是计算机认为 像素是绝对的 因为它是以像素为基本值的 对吧 就是基本值 em肯定相对于像素来说 它是一个相对值了 我写了一个10em 它是不是也有基本的宽度 那就是10倍的默认值呗 它默认值是不是16 160像素呗 对吧 那现在你获取这个with的时候 它获取的就不可能是10em 它获取的是 它给你计算完的 它告诉你160像素 它获取完的最终的值 都是经过计算的 那东西是吧 都是经过计算的 它不是说这个 你原来写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它不会那么办的 原来咱们写了一个颜色 这是不是right的 对吧 咱看看这块 它展示的 展示的background是什么东西 background color 是啥 是RGB形式的吧 就是系统最后会给你 装上RGB形式的 这块设备能验证一下 对吧 RGB形式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是它获取的一个值 就是没有相对值 它会把你的百分号 把你的em 把你的 就那种相对的 这种颜色的表示形式 都给你转换成绝对的形式 换回给你 所以它叫获取计算样式 获取计算样式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IE8和IE8以下不兼容 然后既然说不兼容 那就得看IE8 IE8以下用啥对吧 IE呢 它确实这方面比较牛 它给自己独创了一个方法 就IE8和IE8以下 也不叫方法 这个东西呢 叫做 属性 叫做属性 就是在IE8以下浏览器里面 或者在IE浏览器里面 你回去可以试一试 IE浏览器有一个这个东西 叫DOM元素.currentStyle 比如现在咱想获取这个DIV的 咱原来W3C标准里面给出的是 这个Window.compute Window.get Computed ComputedStyle 然后里面放DIV 第二个放Nine 然后后面放属性 就完事了 然后后面写Style属性 就完事了啊 我写Property吧 PROP 然后这块咱们用的什么呢 是DIV.currentStyle 它也会返回一个CSSStyle 叫Decoration 怎么写来的 LAR Decoration 它也会返回一个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 同样可以跟上面一样进行一个操作 这是IE里面的一个独有的方法 为啥不是呢 因为这个 我这个Mac系统 它是排斥的 所以没法试 这块给你们说一下吧 这个东西不作为这个重点 知道有这个东西就行 然后咱们想改变一个东西的话 你就这么改 CurrentStyle 你回去自己试一下 回去自己试一下 这块来一个PROP 这PROP可以是Waves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 或者一些点的形式也行 CurrentStyle 点Waves什么的 你也可以进行 这个查找 当然修改是不可能的 查找都是查找 OK这样就行了 他就能查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 然后他有一些注意点 他这个东西也是只能获取 不能写入 只能获取不能写入 然后他返回的样式不是计算的值 就是你写EM就是EM 你写百分数就写百分数 他获取的就是源头不动那个值 他获取的也是这些元素最终展示出来的值 能懂得意思吧 就是获取的是权重值最高那个值 权重最高的一个属性 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IE独有的属性 其他浏览器是根本就用不了 包括谷歌这块 你别看谷歌现在版本的浏览器很高 那你看我这么写是不是他都报错 这么写的报错 他告诉你这个div is not 还是这么告诉我的 能这样吧 这样可以告诉你 channel rate property Waves of Antifine 因为div.currentStyle是 Antifine 在这里面是安静范的 安静范 虎记3IE浏览器是试试 你们这哪都有 然后最后咱们可以封装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封装一个建筑性的方法叫getstyle 这个getstyle就是咱们想获取样式的时候 在任何浏览器人多好使的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是很实用的东西 通常说这个是很实用的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 咱必须封装一下 以后咱们会经常见到 那咱咋写 getstyle function getstyle 肯定有两个参数吧 一个是你要获取的是谁 获取的 然后是它的什么属性 对吧 然后如果 window.computed window.get computedstyle 它存在的话 什么这个方法 存在的话 怎么着 我们就返回window.get computedstyle的一个结果吧 computedstyle 第一个方法 放element吧 第二是不行 慢 然后呢 第二 prop啊 是不是得中括号 这个prp肯定作为一个参数字符串来传进来 对吧 所以一定的中括号吧 所以你看这个中括号解决了多少次参数的问题 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回return是element.currentstyle 然后还是prop吧 视频应该是这样的 这就解决了一个建设性的问题 对吧 就是你传进来一个对象 你传进来一个盗目元素 再传进来想获取它的什么属性 我就能把这个值返回给你 就直接returns 遇到就 这个能看懂吗 对吧 没问题吧 这个 这个块是不是都没问题 很简单 不应该有啥问题 这个是很常用的 这个以后咱们就经常 因为你经常会获取元素的一个css属性 而通过style 什么什么drstyle方式 获取那个东西又不靠谱 对吧 又不靠谱那个东西 但那个东西复制是绝对靠谱的 行了 先注释放着 然后回归一下 刚才咱有个问题没解决的 就是这个window.getcomputedstyle 这个第二个参数 为啥是 第二个参数是干嘛的 这块挺好玩的 正常来说也 咱也没必要去讲的 又为啥没必要去讲的 因为一个知识 如果说99.99%的人都不会的话 它就不叫指示了对吧 这个知识就是99.99%的人都不会 我敢给你肯定 我敢给你肯定 因为之前这个知识我也是不会的 我工作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的时候 我才有一次 因为那个时候吧 之前 我之前写过一个 就是写过一个 一开始刚入职的时候 写过一些页面 那时候写的吧 水平不怎么高 写完之后维护起来特别费劲 然后后来就真维护到自己那个页面了 被自己恶心到了对吧 怎么能这么写的这个东西 然后有一个需求是这样的 这个需求非常雕章 我跟你说一下 我记得是要把一个元素的伪类 什么伪类 把一个元素的伪元素 记得吧 元素的伪元素吧 把一个元素里面的伪元素的宽度的值拿出来 进行计算 附到另一个元素里面去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要改需求吧 改完之后只能说把那个伪元素 因为拿伪元素写的 把那个伪元素里面的值 属性值 CS属性值拿出来 附到另外里面去 所以这块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你必须要能找到伪元素 咱学GS学这么长时间了 咱选择器的方法 选择一个元素的方法 咱都学进了 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元素的方法了 咱知道怎么选择元素 但这老七个方法里面 你知道怎么选择伪元素吗 能选伪元素吗 没见哪个方法能选伪元素吧 为啥伪元素叫伪元素 它客观存在 但你找不到它 对吧 它是不是客观存在 但你找不到它 它像元素 但又不是元素 对吧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选择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懵了 我那天 这怎么办 如果拿不出那个元素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那个程序重写了 基本上就反共 就不是维护了 就重写了 重新开发的新项目 立将了 然后后来我就琢磨 琢磨来琢磨去 想了一上午没想出来 对吧 那上午过得到挺有险的 一上午再把没写 就光想来的 想了想去没想明白 没想明白怎么办呢 中午就开始吃饭 跟他们求助 跟他们聊天 说问你们问题 说你们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他们也傻了 说还有这种无理的要求 从来都没听过 对吧 然后后来我下午就转了半天 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那时候也不想重写 你想那么多一个程序 重写的话 还得考虑之前的一个逻辑 很多东西就忘了 知道吧 一开始写这个代码 根本就不叫代码 读不懂 一开始写东西 后期的自己根本就读不懂 怎么会这么写东西呢 然后后来就四处问 后来问我们那技术总监 侯老师 我爱侯老师问你个事 我说我这个东西实在想不来了 我说你帮我 我说我想获取这个 我之前写代码确实不好 先承一下错误 之前写代码确实不行 太恶心了 我说但是没办法了 我不能重写 没时间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者什么查证什么的 能把这个东西给取出来 或者别人封装好的话 能把这个伪元素的这个值取出来 他这一听他也吓一跳 从来没听过呀 然后后来说 你回家想想吧 我也给你想想 然后后来大概过了半小时时间 我估计不知道在那查的 一会儿过来了 就好像自己想来了 对吧 说那啥 我刚才好像想起来一个方法 要不你试试 告诉我 说有一个东西 原生的方法 因为我们工作开发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不用这种原生的方法 这种咱们这种叫原生的方法 就是原汁原味最底层的方法 那种是吧 操作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咱们后期这个原生的方法 咱们基础积累了一段时间之后 咱们知道底层原则之后 咱们是用gecurry的 gecurry那些方法 包括Zep做的方法 是非常简单的 他那一行代码顶咱们十行 但是他那一行代码 你要是用熟练的时候 你这底层的这些东西 就全废掉了 你就不知道原理了 那东西吧 基本上就忘没了 太快了 那工具 工具就是 人家把东西写好 就像咱们的方法库 你知道吧 人家都已经写好了 他那一行有时候 顶你三十行 有时候顶你一篇 知道吧 有时候顶你一个文件 那一行就特别强大 那阿甲克斯写这么点完事了 咱正常自己封装的话 得写一个文件封装一下 一行顶你一个文件 就特别强大 但用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记住 拿这个东西能干这个事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程序底层怎么用了 当时我们也都傻了 再加上学的时候 一开始也没人去学这个东西 后来 后来这侯朋友侯老师就跟我说 说这个 你要不要你试试这个 他说有个get computing style 这个方法原生的 他第二个参数 一直咱都没用过 说第二个参数 我查了一下 好像往里面填的就是 伪元素 就填的就是伪元素的一些东西 要不要你试试 后来就真把这个东西给解决了 这个第二个参数 解决的就是伪元素的问题 用它可以获取伪元素的样式表 非常厉害 所以现在咱写一下 这是一个div 然后这个div呢 加上点伪元素 after content变成空 然后元素宽100 高100 背景也 哎呀 太宽了 差不多就行 伪元素green 伪元素display 伪元素display默认值是啥 默认值是啥 阴烂吗 默认值 咱就改成阴烂block对吧 要不然改不了宽高 这是个伪元素 这是一个小绿块 能看到吧 一个小绿块 现在我就要获取这个小绿块的宽 宽 我给它改大点吧 太小了 看不着的话 行 给它改大点 小绿块 这是个伪元素 怎么获取呢 首先 谁的伪元素 你就把谁先选出来 是不是div的伪元素 对吧 想获取它的伪元素的样式表 好办 还是window.getcomputedstyle 这是获取伪元素的唯一方法 把div放进去 然后第二个参数 请你写上after 这样的话 获取的就是这个伪元素的样式表 把它拿出来 放到这儿 咱试一下 然后写个位子 你会 div is not defined 发心 保存 发心 再来 就变成50了 这样就能获取伪元素的样式表了 获取 但是有一点 你想把伪元素的样式表 写进去啥 那你就像多了 这不见识 写不了 写不了 这是获取伪元素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吧 你看 实用性确实 我都跟你说了 反正我们好几年都没碰到这个问题 整个一个组就我碰到这个问题了 反正确实是少 所以说这个方法 普遍上 一般人是不知道第二个参数是干嘛的 只知道这块写个nine就完事了 写个零 写个nine 写个false 啥都行 反正不写值就对了 对吧 大家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但是这块 反正有这个东西 你能记住就记住吧 这块 我觉得也挺好的 比如你面试的时候 你跟面试官聊一聊 你知道吗 我教你一个新知识点 对吧 这是一个伪元素的问题 然后讲到这儿的吧 咱这个今天知识点基本上就完事了 然后我讲一个实战类的东西 说到伪元素 我说一嘴 这个伪元素 咱们是有操作的需求的 听我说 咱们这个伪元素 是有操作的需求的 改伪元素的操作需求 就这样 你看看 看看你的实力 今天这个脑子吧 不太好实力 哎 这样吧 淘宝 淘宝一些 伪元素的一些更改的需求啊 怎么更改 站上 还是说那样的 找这个什么 不是我们写过的 就不好好找着浮现的一个点 找啥呢 随便找购物吧 找个下拉菜单 这块 当然伪元素它浮现的概率很高 我只是说一个特殊点 我能记住的 下一页 我看有没有上一页功能 可恶 还看这儿吧 我看这儿有没有 这块有 比如说你看这儿 我这个放大不了 这手机端的放大不了 你就错过看一下吧 这块有一个小的下简矫号看到了吧 当你点击的时候 它变上简矫号了 看到了吧 这个简矫号从结构上来说 它只能充当伪元素的作用吧 是不是最好是伪元素给它放到后面 从结构上来说 那伪元素在操作的时候 它是需要改变的 是不是它有的时候是需要改变一些东西的 包括一些颜色字啊什么的 它是需要改变的 那怎么来改变伪元素呢 比如说我就想改变伪元素 比如说我想个需求啊 想个需求怎么改变伪元素 就这样吧 这个div这个伪元素 它还是充当一个小方块 充当一个绿色方块 当我点击 这样 当我点击这个div的时候 我要让这个绿色的方块变黄 这样一个无理头的一个需求啊 非常无理的需求 咱看看怎么改 我就让它变黄 当我点div就让它变黄 把div先选出来 然后div的onclick 然后div的onclick 来看我的 不要从gs里面去想 要从css里面去想 我这么写是不是代表这个div的伪元素 对吧 为啥代表div的伪元素 因为页面只有一个div 我这么写的话 虽然说选择性针对性 选择器针对性不高 但只有你一个也针对你了 对吧 我还可以写一种伪元素的写法 比如说现在我给这个div加class class叫demo demo.after 识别代表这个元素 对吧 识别代表这个元素 我还可以再写 比如说写一个demo1 比如demo 比如这样吧 我写个green 这块我写个 我写个orange 我写个yellow 黄的 他俩其他的都一样 就色不一样 现在你说诚哥 你给一个class叫green class叫yellow的这个东西 加了一个伪元素 对他有啥影响吗 你别着急啊 一开始我给他写一个green 是不是就是他了 我可以通过gs 是不是动态改变这个div的class呀 我现在让div的这个classname 给他改成 yellow 是不是把他尾类改变了 我把他的类改变了 我把他class改变了 那这个class后面 他写的after是这个东西 他肯定是作用这个了 你刚才那green不就失效了吗 因为green不选的了 能弄我意思吧 通过这种方式来巧妙的改吧 现在我点红的是不是变黄了 其实我没有通过gs去改变什么伪元素里面的东西吧 我改变的是给你换了一个class 原来的功能我已经给你定义到了css里面写好了 对吧 把你green去了 把yellow加上你不也照样变吗 这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编程想法 很系统的一个编程思想啊 是一个想法问题 这能看懂吗 这没问题 然后把这块我也说一下哈 虽然说咱们今天讲了怎么改变css 就是通过.style方式去改变css 对吧 然而哈 然而听我说 我们真正 普遍状态下常态的改变css 不那么改 比如还是点击 我把这个伪元素什么都去了 伪元素不需要了 伪元素不需要了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 这个也不需要了 我就是一个div 这个div好好的哈 就放着 这个div上呢 比如说有观高背景颜色红色 行了 很普通的一个div 很普普通通的 现在哈 我想通过点击的方式 我点击一次 就把这个div变成一个宽200高200 然后背景颜色绿色的方法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写 this.style 别this了 有人误导你 就是div吧 div.style.width 等于200像素 div.style 叫hat 等于200像素 div.style.background color等于 是可以这么写 点完之后 他就变这样了 是不是ok 对吧 然后我还可以设 再点击一次的时候 他就回来 是不是也行 就是再点击一次的时候 他就回来了 那些我就不设了 这样的一个状态改变 其实最好的方式 咱不这么处理 最好的方式 咱把想改变 你看 从刚才这个状态 改变这个绿的状态 是不是改变两个状态 只是改变两个状态而已吧 反正是这种要发生状态切换的情况下 我们把那个状态提前一先编辑好 你不就要改变它的css状态吧 我通过权重的一个一个覆盖是不是也行 我得改变一个active一个状态 给它变成200 200白光colorgreen 保存 我通过这样 把这个东西注视掉 我怎么改了 我通过改变class的方式 和css进行配合 artribute也可以改 css可以改class 这么一改也可以改 classname方式 改class 怎么改呢 直接给它写成axe 给它加一个class 它是不是也改了 对吧 加一个class 这会儿我强调一下 这个给一个div改class 会给一个道名称改class 直接写classname就行 class不是一个属性 class是保住字 所以要避开的 所以咱们写个名称classname 它就对应那个class了 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它的一个状态的话 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啥 第一个好处是效率问题 为啥效率问题呢 咱们往后编程的时候 要逐渐考虑这个效率问题 效率问题 DOM操作就是什么 DOM操作是什么样的操作 DOM操作是GS要和 它和谁搭建一个桥梁 GS和HTML搭建一个桥梁吧 能懂得懂得懂 比如说GS和HTML它是两块大路 这两块大路想沟通的话 必须搭设一个立交桥 GS想和HTML相通信 就要走这个立交桥 一走一个来回 一次操作就是一个来回 能懂得懂得懂 这要损耗效率的 因为它俩毕竟是俩东西 能懂得懂 咱们现在DIV.style 一个.style 后续咱们会有很多 reflow repend的那些的一个优化的说法 后续我再跟你讲 反正一个style 它就会浪费一次效率 因为要 这个.style是DOM操作了 DOM操作会浪费一个效率 你在一个.with 它再查找里面的一个东西 它还会浪费一次效率 而且你连续三次这么点来点去 六个点 那会浪费很多效率的 能懂我意思吧 而这样咱一步操作 咱直接点一个class 虽然说也损耗了一部分效率 但你明显感觉从操作上它就小 能懂是吧 从内部的一些效率上 它更是简便的 所以从效率上它要更加快一些 能懂是吧 然后第二点 好维护 啥叫好维护呢 比如说 咱们原来写三个状态 这么来写的 你要但凡想改点东西 你是不是还得说加点东西改点东西 你还得什么点来点去 是不是还能写 对吧 你要改的话 是不是还得上个话来回找去 找GSG吧 我们如果以后要想改变这个状态位的话 这么来写的话 你直接在这里改就完事了 你想加什么想改什么 是不是一目了然呢 这就是第二个状态 这就是第一个状态 你改状态不就完事了吗 好维护吧 是不是清晰了 对吧 你直接改这就行 你用不着什么设计 用不着设计GS代码 GS只不过让它状态位 进行切换 具体状态位里面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 你到该有的状态里面去改 是不是CSS代表状态 这更好吧 好维护省效率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能懂得吧 所以普遍情况下 一些改变状态位的一个GS操作 咱们就这么来改 就这么来改 其实改的是class吧 是不是改的是class 所以这样 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编程想法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操作 都能这样去完成 比如说一些动态效果 让一个方块去移动 那你就得动态的去改变这个style .style.style.style 那没办法 那只能那么去改 你没办法通过状态 因为它始终每个状态改变都不一样 那你不能把那些状态权预设写好 那怎么来写 写不了 行了 今天的课内容 大致就这么多 然后呢 让方块移动 这样啊 我先写一个让方块移动的一个小demo 给你一点启示 比如说这个div 好了写好了 div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我给这个div加点行间样式 这div加点行间样式 因为加了行间样式之后 它才好修改 因为咱们能改的只有行间样式吧 ok 然后接下来 把div选出来 然后呢 我让div横向的用 set into 每100毫秒来一次 每100毫秒干嘛呢 我让这个div的style点left等于 等于啥 等于我再写一个方法 给它封装出来吧 刚才咱写了个getstyle 还记得吧 getstyle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element 第二个方法是trop 然后里面目的是 咱们要获取那个东西吧 获取它的属性对吧 叫get computed style 如果有的话 咱们就resign window.get computedstyle 然后放的是element 然后第二个方法是none 第二个宝馆 然后prop 返回回来 ok else return element 叫current style 然后prop ok 然后这块利用上面的东西 咱们getstyle 把谁传进去 把div传进去吧 然后还想求它的啥 想求它的当前live对吧 这块什么意思啊 怎么让一个方块去运动 当第一次执行这个运动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想要当前这个方块的当前横坐标 加上我们所想加的值 然后第一个函数所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之后 这个方块变了一个位置 然后再次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还想知道方块当前的位置 是不是 求一下方块当前位置 然后再加上咱们所理想的值吧 这个方法 getstyle方法 就是想求方块当前的位置的一个方法 能弄意思吧 然后后面加上咱们所理想的值 这个理想的值 作为这个速度speed来处理 这个明白的意思吧 这样的话 就可以实现一个基本操作了吧 然而这么写还不行 因为咱们原来是你没设这个position 对吧 先把这个position设上 然后left呢 left要不要写值 一开始不用写值 不用写值 left默认值是啥 left和top默认值是啥 是零吗 嗯 是零吗 如果是零的话 一个大的方块 带着一个小方块 这个小方块只设置了 比如一个大的方块 大的方块在100100的位置 它套着一个小方块 这个小方块只设了一个position absolute 没设left和top 那请问这小方块在哪 在大方块里 还是在页面的最顶端 是不是还是在大方块里 为啥在大方块里 说明它默认值不是零和零 如果默认值零和零的话 大方块根本带不动它 懂我意思吧 它默认值是auto 记得吗 它默认值是auto 就大方块 你带着我上哪 就上哪 就是是我出生点的位置 默认值是auto 所以咱们不想要那默认值的auto 如果默认值的auto的话 你这个get style 你取出来的值不就是auto了吗 那第一次auto加持 是等啥玩意的 还不得对吧 咱想让它零加持对吧 所以一开始让它有一个 你看啊 即使现在我设完position absolute之后 我把这个东西去了 我设完position absolute之后 我是不是没设laps top啊 你看好 人家还有监俊了吧 是不是有监俊 所以说这个时候它是 咱取一下吧 div.style.laps 你这么许肯定是空 为啥 行间你确实没写啊 但咱看一下它的值是不是auto 我就想知道原来 它默认值是不是auto 是不是来div 9 然后laps 这啥玩意的 不对啊 不对啊 不可能啊 它的默认值肯定是auto 我看 因为这是获取计算样式吧 计算样式不可能出现相对值 对吧 不可能出现那玩意的 这个难为我了 怎么来验证它是auto呢 怎么来打出来它是auto呢 我看看啊 怎么来验证它是auto 爱顿其实啊 我记得不用那个也可以写来 我看怎么来验证它是auto呢 嗯 千万就相信我吧 好吧 咋看一下啊 挺烦人的这个问题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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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 默认的 咱只能反向验证了 天一个auto 看它是不是对吧 那天的话没啥意思了 咱肯定它是auto auto 你看laps auto 它入不动 对吧 auto 他默认值是auto 你就相信我吧 行吗 ok啊 这么着吧 咱们不是的 快麻烦了 i1确实 i1确实可以看 你看那个current style可以看啊 但计算样式 它是auto再怎么着 它也是一个相对值 那种意思吧 它是个相对值 它不会 它计算样式或许不来了 行了 那咱们这样 咱给它行间加一个left 咱不要auto的 加一个这个零 ok 它到这个角这块去了吧 然后接下来咱写这个东西啊 这回咱获取它 获取完之后 是不是得一个 得出来一个值 得出来值是啥 咱最好试一下 get computer style biv 它确实是零 加不加像素呢 加不加像素 是不是加像素 它获取完给咱们的值 是一个加像素值吧 然而咱们只想要啥 只想要数字零吧 是不是加完像素之后 你再加10 它是10像素10 没用了对吧 它不是数字了吧 那怎么办 percent percent这时候有大用途了吧 它不是到数字位一停 到字母位就扔吗 对吧 说percent就会有大用途了 正好就把你数字提回来 把你像素撇了 对吧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最后是不是就剩 该是啥数就剩啥数了 对吧 所以这都是灵活运用的 然后加10加这个东西 OK 那现在它就可以动了 我刷新 它是不是就能动了 然后你可以控制这个数字 来控制它的速度 比如1 是不是控制速度 然后控制这个 其实控制这个是 就改变这个东西 改变成速度 改变里面这个数 是让它变得更细腻 一个流畅度的问题 对吧 这样的吧 流畅的问题 OK 是这样 这个就非常平缓了 这个是一秒钟多少帧 一秒钟100帧 每一帧还动 一像素 每一帧动一像素 一秒钟100帧 这是 一秒钟100帧 相当于什么台数吧 李安 李安新拍那个 要什么来着 李安新拍那个 什么中场休息 那个 它采用一个210帧的技术 对吧 一秒钟方 是210帧还140帧 140帧吧 那个一个超轻的一个技术 但这个咱们已经实现 一秒钟100帧了吧 行了 然后这样 你还可以设置一个 它的标志 到什么什么时候的时候 让它停止 它就不运动了 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吧 到什么时候 咱设个标志背 一幅 怎么着 咱来个简单的吧 一幅使用点 来不着 行吧 大于 500 是不是还得给它来一个 perceint perceint perceint吧 大于500的话 你就停吧 怎么停 clear interval timer 是不是ok了 保存了 稍微信啊 差不多知道500了吧 这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你还可以加速运动 怎么加速呢 包括改变速度运动 加速减速都可以啊 speed 把这个speed变成 把这个speed变成一个那什么呢 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值呗 然后这块每一次加 每一次加speed 然后speed在每一次运动的时候 比如这speed给调小点3吧 好吧 3 speed的加等于 speed除以7 ok 他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缓冲运动 看到了吧 缓冲运动 当然这个speed可以调小点 调成2 特别一个越来越快的运动 看到吗 越来越快 这个可以调的 这个数值 那是数学问题啊 咱们后面 咱们讲完事件之后 会有三节项目课 那三节项目课 其实就是三节运动课 给大家展示不同的运动技巧 比如说一些弹性碰撞运动啊 拖转运动啊 就是特别特别绚丽一个运动 咱都能通过代码来写出来啊 那三节项目课啊 三节项目课 就是三节项目课 没有任何新的指点 就是利用咱们已有的东西 来带大家写各种各样的一个特效 各种各样特效 还挺好玩的 那个什么见引见入啊 比如说一个方块 什么颜色 什么一开始都是透明的 慢慢放大 再缩回去 而且都是那种 就像那种加速的运动似的 一开始慢 后来越来越快 然后后来 这个就是有一个弹性碰撞的运动似的啊 是那样的东西 挺好玩的 行了 先留个作业啊 作业还是得留的对吧 咱是不是今天已经留了两个小作业了 是俩吧 是过好俩啊 今天的一个正式的作业是轮播图 这个轮播图呢 就是写 优酷那个 电影那样 写这个轮播图 这个按钮不用你写 你就写它自动轮播就行 每隔几秒钟 哎 换一张图片 每隔几秒钟换一张图片 我给你展示一下 什么叫自动呢 这呢 咱们第三节项目课 就是带大家写这轮播图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先写完它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轮播图 在本地写的 让它自动动就行了 你看下面有四个点 知道吧 每每一个点 这个点就相当于一个叶码 图片一动 这个点跟着启动 它是四张图片轮回播放了吧 四张图片轮回播放了 给你们点小提示哈 轮播图这个图片运动 没啥难的 难的是怎么让四张图片 无缝运动 你看可没有空白的缝隙啊 让四张图片无缝运动怎么办 这四张图片能感觉出来 它肯定是一个脚转式的 横着放的对吧 它肯定 比如说外面这个DIV作为一个轮毂 这个DIV 它提供一个效果叫overflow hidden 然后里面放着一个小长的胶卷 这胶卷在这个箱块里面运动 肯定是这样的对吧 怎么让四张图无缝运动呢 就像罗友号之前说过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笑话哈 怎么让一个四千块钱的手机变得更好卖 答案是三千块对吧 怎么让四张图无缝运动呢 答案是五张图对吧 答案是五张图 看看五张图怎么弄哈 看起来是四张图 其实应该是五张图 琢磨琢磨 其实这个背后的原理 我可以简单看一下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背后原理简单看一下 如果你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ul 其实动的就是那个ul 这ul很长 很长 然后外面套一层div div上设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属性 叫oflheiden oflheiden 艺术部分隐藏 所以啥也看不着了 对吧 每一个li里面包一个image 然后让li一个float是不是就横过来了 设一个ul的一个宽度就行了 对啊 这种东西是很简单的吧 然后看看怎么来实现 看看怎么来实现 你可以看看u库那个原码怎么来实现 反正原码都在网上摆着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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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